会聚知识智慧 发挥香港优势 迎接国家富强带来的寄与 为香港长远利益而努力 是团结香港基金会的使命 过去半年 基金会在政策研究及倡议 认识祖国 了解国情 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三大工作范畴 取得不同的进展 政策研究及倡议 是基金会重中之重的工作 过去六个月 我们就房屋供应与土地开发 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 艺术文化发展 以及老龄社会需求 发表了四份研究报告 候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 曾经亲临其中一个报告发表论坛 对基金会的多份研究报告表示赞赏 认为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素材 基金会亦高兴见到部分政策建议 和今年初政府公布的施政报告 和财政预算案的不少措施理念相近 房屋供应与土地开发 是香港人最关心的课题 基金会提出多管齐下的方案 增加房屋与土地供应 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 黄于占教授和基金会研究团队 畅以房屋政策应以置业为目标 优化供应房屋的保价机制 让更多香港人可以置业 此外 香港应尽快重启大型填海 来满足估计未来三十年九千公顷的土地需求 由廖柏伟教授赞写的《迎接时代变迁与内地经济并进》研究报告 就建议香港必须在物流、资金流及人流三大范畴 与内地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 达资共赢 而早在去年九月 刘俊义教授就已经在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提出 香港和广东省九个城市应该形成诸三角大都会 这个建议同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两会首次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可谓同出一切 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 基金会同样重视提升香港的软实力 张顺江教授带领我们的研究团队 提出优化博物馆的管治模式 推行政府资助、自由营运 从而释放更多潜力 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区内艺术文化之都的地位 老龄化社会是全球很多成熟经济体面对的一大挑战 香港亦都不例外 有见及此 基金会邀请杨永强教授 合作赞设首份老龄社会研究报告 性灵展之彩、投资托远景 建议社会各界尽快合力构建性灵城市 并倡议政府推出慢性疾病管理医疗圈计划 加强疾病的预防及管理促进人口健康 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报告得到媒体广泛报道 而我们的研究数据也多番被报章社评 以及舆论领袖引用 此外,基金会的研究员定期在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引发社会积极讨论 透过团结香港、政策政策 以及思考香港的几个Facebook Page、YouTube 以及计划推出的LinkedIn专页 基金会正在不断尝试透过新媒体 和年轻一代增加沟通、争取支持 除了扎实的研究工作之外 我们重视与政策制定官员保持密切沟通 亦都身体力行、深入社群 与不同的持分者解说我们的政策建议 包括出席大学、商会、公众会议 以具体行动争取社会的认同及支持 在认识祖国、了解国情工作方面 基金会旗下的中华学社 举办了多个非常受欢迎的中华大港堂 去年11月 由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来临主港的 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 反应热烈 基金会在今年5月初 再邀请金教授来港 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作学术分享和交流 去年12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余可平教授 风险投资专家李世默博士 及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张玉东教授 在今天中国政制与现代社会发展论坛 分享中国富强起来的治理制度 今年1月和2月 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飞 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杨伟文副主任 分别展示中国的大国外交策略 及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 4月 我们推出了一个文学界胜会 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同大家分享他的黄土地幻觉世界 及写作的心路历程 以上的中华大广堂都是座无虚席 并获得中外媒体广泛报道 基金会更将去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 善制祥博士的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 以及金一南教授的从百年沧桑到大国挖起 详细编络为中学通识教材 提供给多间学校采用 这些教材可以说是香港最权威的国情资料库 为通识老师们提供莫大帮助 今年4月 中华学社在中联办教科部 和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 首次组织专为老师而设的探古资深之旅 为70名老师安排不同路线 体会杭州 武汉 西安 北京的历史文化与承传保育 也同时考察今天中国的科创成就 在推动创新创意创业工作方面 基金会积极推动香港人重视科技 勇于开创的社会氛围 去年10月 100位代表香港初创企业的青年财俊 参加了由团结香港基金主办 国家科技部火具中心全力支持 简称为Meet的香港创业青年内地行2016 分团参观了杭州、西安、济南、武汉的高新科技发展 最后汇聚北京与国家科技部领导、内地创业青年、天市投资者分别座谈 看到国家推动创新创业的决心 有参加者表示创业意志更加坚定 甚至在回程后已经提交了申请内地创业的资助计划 承接去年的成功经验 《创科博栏2017》将于今年9月在湾仔会展举行 基金会继续得到国家科技部及中联办教科部大力支持 并再次邀请到创科院创业院长徐立枝教授担任顾问团召集人 今年展览以监古资金为主题 跨越5000年中华文明 展示古代中国的科学发明 探索当代中国的科创成果 包括认识北斗渡航、贵州天眼、泰湖之光超级电脑等重大突破 究竟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成立两年多以来 团结香港基金积极向前 在董建华主席的大力支持、悉心指导之下 在全体基金会理事、参事、顾问的鼓励、协助、帮助之中 再加上基金会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我们起建美国奔直法尼亚大学 在年初发表的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2016全球支付排行榜上 经过国际专家小组基于28项标准评选结果 团结香港基金有幸登上中国、印度、日本及南韩区域支付的第60位 在全港入围支付中排名最高 并获选为Think Tank to Watch in 2017 2017年值得关注的支付之一 团结香港基金唐人承诺继往开来、再接再来 我们将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断提升完善 并且加紧与政府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联系 期望做到团结港人、化解矛盾、找紧机遇 共同创建一个繁荣、安定、快乐的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